讓我來認真看一下比賽啊 我們直接抓重點好不好 我們抓重點 Kevin在這邊 他想陪隊友抓一波上路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不錯的 但出手的是 我覺得出手的是有一點急 而且他拍得很好 推得也很好 但居然沒死 感覺甲叢的傷害有被吃掉一點 就好像 而且莫拉也沒事急 看起來是單純的傷害不夠 不過這一波其實這個想法是很好的 這一把的話 阿風這裡應該是最好打的 因為他是打佛洛倫 一定是最爽的 東這邊肯定是最難打的 他打他要扛佛洛倫加甲蟲 相當相當的難受 DCG整個陣容就是打下半部 然後東呢 就算把這個上路塔放掉 我覺得無所謂 反正一起陪他打先下路 因為以HK正面團來講 他們家的坦克 古墓是超怕佛洛倫的 如果東可以來正面幫忙 幫忙穿這個佛洛倫的話 有可能 有機會啦 有機會就直接打穿 容許我稍微開始往前面一點 因為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一定要稍微講一下 海倫 一等在這裡 我覺得是沒問題 因為 他也是要稍微吸一吸點東西 防止對面露燕什麼有的 什麼有的沒有的 但是 在這邊開始 他這邊第一波冰清完之後 就應該跟反正雙人線到底 而且主卡最好不要紅開 主卡最好不要往上刷 因為這把主打的 就是讓他去扛到死 然後把這個下路給穿了 DCG這把的 側動並不是那麼的優秀 有長期關注比賽的人應該都知道 海倫家反正就是要先面下路 直接壓他 因為 如果你這個主卡 他是紅開的 那就會變成怎樣 你紅開刷上去 藍區 我的這個海倫沒有辦法長期的雙人線 那一直去壓他就變成這樣 很尷尬 你看下路這兩個是單隊 因為單隊來講 小丑打反正沒有壓力 1x1的情況下 俗稱1x1的情況下 但是2x2 2打2的情況下就不一樣了 海倫家反正前面一定會打爆古墓小丑 像這邊這個小白夜在這裡就有點 我覺得就沒必要 他這邊才下去壓 這樣子就已經 其實有點慢了 因為他 為了吸這個經驗 他應該跟這個DK雙人線到底 然後逼著 凱文下來 凱文其實可以跑到這個位置 有一部分是因為 他們沒有給 沒有給小丑足夠多的壓力 你知道嗎 要逼著對面的中斧下來解線 對 凱文過來 然後下路3打3 這樣直接開打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海凡的玩法 像這邊你看 記住雙人線到底 這個小丑只要抓到一波 就是怎麼樣 打半血 為什麼我會說這樣子的狀況不好 因為他第一個 他在上面上半區他做不到事 他是一個凱文 他不可能做得到事情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 理論上兩分鐘前 只要凱文趕跑上路這一波 下路這個人一定是一個人 一定會被壓 被壓 可能定打不死 打不死都是合理 但是這個塔一定要被磨 大概要被磨個一兩千點 最多的話可以被磨到 甚至到三千點都有可能 那就是變半血塔 現在開始這邊雙人線 有沒有 其實已經 已經過了 海倫凡恩 他的強勢期 在兩等的時候就開始了 你這個陣容就是兩等就要開始 四分鐘前有保護機制 但是在保護機制前 有沒有很多的空間可以跌他 就是連這個兵推進去有沒有 這個小手在塔下清兵 都不一定要理他 就瘋狂的A這個塔 只要能A到兩千點 那基本上四分鐘那一波一到 OK 那個可能就壓爆了 然後你看現在是 他們的視野反而被壓縮到底 如果反過來 你們想在兩等的狀況下 他們四個有沒有 一二三四都是兩等 你們去想誰會贏 很明顯嘛 很明顯誰會贏 可是這邊是四等的就不一定了 四等古墓開始有操作空間啊 可是在四等之前是不是已經三分鐘了 如果每一波兵線進去 你可以摸五百點血就好 這一座塔現在也是半血 好 這是最理想的狀況 當然會有人說 現實你在比賽上面打起來 可能沒有你想像中這麼好打 但是你不這樣子去做 那就會變得很尷尬 像這邊有沒有 他們早點開始這樣子 OK 開始壓 中二打到野營了 那下路有沒有 開始點塔 下路點塔 去點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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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點 來我們就看這一波 點了七百點 如果這個東西在前面 重複個兩三波 這一座塔 這四分鐘 只要隊友轉下來就是掉 然後像這邊開始刷人線嘛 就基本上已經 完了 老實講就是完了 如果這個塔現在是兩千三千點 那他們還敢這麼囂張嗎 我覺得這個站位啦 也不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你們覺得這站位很奇怪嗎 我個人覺得怪怪 應該是白夜去對丁 你知道嗎 就是兩邊要分開一下 我覺得白夜應該要在這裡 然後娃娃在這裡去丟西西 DK往前一點去丟凱文 反正這個位置 基本上 我覺得 有點怕 看起來有點怕 結果 魔龍對面拿兩條 你拿兩條凱撒 這是你要的嗎 這應該不是DCG要 DCG要的是整個下半部的一個節奏 至少最少最少 六七分鐘 你海凡 這一座塔還沒掉 那你這個陣容 我只能說 追到失敗 因為從這一刻開始 從六七分鐘 你的凡還沒有滾起來的話 等一下古墓裝備一出來 你你沒那麼爽 那就不用看這個陣容 基本上 這把 先輸一半 HK就非常穩定的營運 就直接把你帶爆了 然後這把看一下 陣容一字排開 該康的有康 該對到的位置有對到 可是 超人跟洛伊就是沒有很搭 退把就是沒有很搭 然後這邊直接被傷掉 這情報沒給到嗎 這情報給到的話 應該要直接推到二塔 就是失誤 而且還沒勾到 如果他躲過這個狗 也不會死 那這個直接死掉之後 就 對面的經濟是 起飛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薩加拿頭 薩加拿頭 這個順風局 是有點小難受 哎呦 大絕敲到 大絕敲到 敲得不錯 傳走 傳傳傳的有點慢 其實這個不太應該 你知道嗎 這個不太應該 聽完中之後 肯定有看到 希希是往下 他就不演 他就 他沒演的 甚至說 我覺得 他們出去搶這一波線 都有點 太著急了 這波就是要後手的局 不是嗎 這波就是要後手的局 這個大順敲得很棒 敲這個開的也很棒 可是對面人就是比你多一個 對面人就是比你多一個 這個看起來很尷尬 然後直接視頻 視頻之後 我覺得就把 又先去一半了 有點太想打正面了 DCG啦 因為你們現在 他們現在這個陣容 因為大逆風的關係 打正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會贏 我反而是讓對面說 我沒有你分推的壓力 你看 這個希希在這邊 這麼強 他剛剛如果下三個人 直接往下帶 至少這個夏爾塔 或者是這個瑞克斯 會受到壓力 像這種時候有沒有 這個龍要出來 直接帶上就好 最少最少 這座台拿得到吧 不然你就去清這一條龍 他們物件 基本上你們現在正面團 就是打不過 不要想著打得過 他們帶下就是一個 非常錯誤的決定 如果是15分鐘 這就還好 但是如果不是15分鐘的情況下 帶這個線 人家剛好 我過來打你 我打不到你 我直接開這條龍 我賺 那我直接過來打你 我要是打贏你 我又吃了 感謝賺 反之 你一旦去帶這個上路 你直接把 這個這兩隻給清掉 龍給他嘛 龍給他 你這一條凱撒 你是不是也可以清掉 甚至連這凱撒 15分鐘 我覺得都直接放掉 還比較實在 打不過啊 你這邊團就是打不過 要有這個認知 你知道嗎 這一波也很奇怪 這個正面不是清掉了嗎 這樣這個 這個人要繼續帶啊 這個人要繼續帶啊 這個人要繼續帶 因為這個高地有沒有 你可以在這邊 砸一個側面大 然後再叫回來守啊 不然你就算 這個時候你回來守得住嗎 我覺得這個時候 就算回來也不好守啊 我是覺得可以再分帶啊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來這邊 這邊收掉阿楓 給灰塵 大絕 OK 砸在原地 這個就是砸泰金 有沒有 標準 標準範理 砸泰金 五個人出來直接被AOE 跟各位說過 你不太能砸在人家臉上 你砸在人家臉上很容易 原本感覺快要贏了一波局 結果 輸掉了 OK 然後這邊看起來 哇想偷 想偷主堡 很想 很 很有想法 想偷主堡 但 沒有辦法 好 直接看下一把 欸各位各位 這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很明顯標準的失誤 愛奇 首先 右邊這個陣容 最強的是誰 輔家局 你們都知道 那你要入演 你不等你最強的來 你等誰 你要等最強的到 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樣 你就要拖嘛 有沒有人在開局的時候知道HKA 有沒有在反蹲你 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嗎 沒有 沒有人知道 我不知道 你們不知道 知道的 只有HKA 誰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你當然要避免被反蹲嘛 要嘛先開這一隻小的 要嘛先在這裡 然後 你也可以在隔牆直接看 那如果有人去拉這個buff 代表說這裡大概率是沒了 但是如果沒人去拉這個buff 你就先吃這個小的嘛 你等木家絕一到 OK 你這邊就算被踩了 木家絕一到 直接往前讀 那這兩個都可以死在這裡 結果buff沒錄到 人又被打殘 還拖到自己打野節奏 然後 然後對面直接PASS了 OK 這把星結束一半 他應該是毫無懸念 那一波帶走 結束了 大家に不着急 我會選擇 好 我們下次見